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些原因容易增加肝硬化的发生率呢 第一个是槟榔 第二个是辣椒 第三个是陈药 我们先来问刘邦你的答案是 因为我刚才有很认真听医生讲的 所以我选陈药 因为刚才医生说 除了代谢食物还有代谢药物 所以肝脏就是我选陈药 就是感觉没有代谢好的话 就是会积在肝脏那边 所以感觉会比较容易发生 他应该是个好学生 马上收入门 那我选择的是三陈药 因为就看起来的话 冰药它就是对口腔比较容易造成伤害 那辣椒的话 不晓得 所以就是陈药 因为肝脏也是负责排毒的工作嘛 那就是陈药的部分 是 杰西 你的答案呢 应该是冰药吧 因为听说冰药会让你亢奋 那它就是又增加你的肝脏工作的时间 所以应该会是一把 所以我们冰药跟陈药都有得选 年医师 肝硬化最常天的台湾是 米肝跟西肝嘛 对不对 那除了米肝跟西肝之外呢 如果是这一些东西 是我们常常吃进去的呢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常增加的应该就是 这个所谓的陈药 那其实为什么大家 大家我们觉得很奇怪 这陈药很像是我们 一般通俗的讲法 其实我们在正规的讲法 并没有讲所谓的陈药 就是药物嘛 对 会比较容易导致肝硬化的 其实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草药 这些东西其实比较容易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吃进去的合法的西药 你只要拿到那个 美国FDA认可的这个 哇 这个实验可是下死人哦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国内外啊 大概要有几千万只以上的 小白老鼠都已经做过研究 证明这个东西是OK的 然后呢 在美国上市完之后 在台湾还要做临床试验 所以有大概有好多次的 把关的人体试验都做过 OK 没有问题 它才可以上市 然后进到我们的嘴巴 那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陈药 其实我们这里应该要 讲的正确一点 它应该是指那些 来路不明的偏方草药 那正常的 譬如说我们合格医生 要我们吃的这些 合法的感冒药啦 或者是要治疗 鼻肝跟吸肝的药 这些都是合法的 其他对我们来讲 反而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那刚刚呢 我们Jesse有讲到说 那冰狼呢 的确我们刚刚有 那个乖学生有讲了 这个冰狼的确听到 因为它是嘴巴吃嘛 那我们最常听到 它跟相关的癌症 就是口腔癌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有那种 口腔癌的那个筛检的服务嘛 那可是呢 其实研究里面都有发现 在嚼槟囊 酗酒跟抽烟 这三种不良的那个习惯 其实它得到 未来得到那个癌症的机会 是一般人的一二三倍 一百二十三倍 它不一定是只有肝脏 有问题而已 比较起来 这个肝硬好像跟癌症又 味道又没有那么的严重 那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我们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或是什么 都要注意去保养到 不是有时候 我只是吃这个要保护 这个A器官 结果呢 B器官反而受到了伤害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答案 其实是三成药 其实提到这个肝硬化 文艳 我们在临床上曾经有个案例 就是有人因为他得了肝硬化 一个月内吐血三次 听起来蛮可怕的 对 这之前新闻有报道过 我就一名大概七八十岁的老翁 他其实他本身就已经有肝硬化 就是B型肝硬 然后也有肝硬化 那他自己也知道有这个疾病 那所以他也很固定去做腹部超音波 跟抽血检查 可是他还是就是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病发了这个病变 然后一个月内吐血了三次这样子 然后有肝昏迷的情况 嗯 年医师像这个还倒肝昏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那些致命的 嗯 文艺其实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还蛮 我们身旁其实听到还蛮多的 就是三不五时 就是嗡音嗡音就送来凯大医院的急诊了 那一看是怎么样呢 就是通常呢 这种大吐血的人 第一个一定是大概意识就开始 昏迷了 昏迷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血压就开始掉了 因为一直不断地失血嘛 你即使没有吐出来 其实他就是往下流下去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会有致命的危险 那在我们肝硬化的病人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 都一定会有这样子悲惨的剧情 但是呢 只要说我们肝硬化的病人 曾经有一次 我们不要大吐血 就可能 你今天发现有这样子 请记得 我们吃任何东西的时候 尽量以流质软质的为主 对 因为害怕的是在里面食道的那些静脉瘤 因为本来肝功能不好 凝血功能又比较不好 那这个东西如果有尖锐的面 或者是比较粗糙 很容易刮伤之后 它就开始在里面流血 对 所以这边还有提到就是说 可能会有的这个肝硬化的一个病发症 其实还蛮可怕 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肝昏迷之外 对 我们还可能会肝癌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个就是我们的肝病三部曲 就是我们BC肝 或者是其他的肝炎没有控制好 那就让我们的肝脏逐渐的 慢慢慢慢的纤维化 就像我们的疤痕 不断在那个伤口上 一直化一直化 那个疤会越来越大 越大的疤呢 就把我们的肝脏 弄得那表面非常非常的崎岖不平 很像那个苦瓜的表面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肝硬化 茶瓜 电器 那这些硬掉的肝脏呢 如果尤其是BC肝的病人 我们也统计过喔 如果是BC肝的病人进展到这一步 他已经没有办法软回来的情况下 大概每年二十个里面 大概就有一个人 他可能就往肝癌的这条路走过去了 所以呢 我们肝硬化其实呢 最重要的是要 把前面这个原因好好的处理掉 我们说把前面的阻止掉 他就不会往后面的 一直恶化下去 如何避免肝硬化持续恶化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